7月15日晚上23点多,范城城深夜发微博表白粉丝,成星姐姐们在这段时间里给了她很多的感动,又成星在世世界上最美好的一件事,并且向粉丝们承诺,今后的范城城还会不断努力,继续加油,希望和粉丝们一起走下去。 听到范城城的表白,粉丝们都很感动,纷纷在微博下留言表白,范城城这次发微博,除了向粉丝们表白之外,还解释了一下因为生病缺席泰国曼谷厂粉丝见面会的事,表示自己只是小毛病,让粉丝们不要担心,同时也为不能其他队友们一起参加曼谷厂的粉丝见面会感到遗憾,虽然嘴上说着自己的身体没问题, 但是视频里的范城城,看上去表情有些疲惫,说话的声音也有些无力,和从前在视频看到的充满活力的范城城完全不一样。 其实这次发微博向粉丝们表白很有可能是公司安排的工作,在同一天里,乐华妻子Next期的七位成员们都发了类似的视频,向各自的粉丝表白,而且微博文案里带着的话题都一模一样,虽然能听到爱豆们的表白让大家很感动,但是看到视频里,和其他人精神状态完全不一样, 声音无力,表情疲惫的范城城,粉丝们都觉得很心疼,针针喊话范城城,让她注意身体,早点休息,不要累到自己。 最近几天的范城城,可以说得上是多灾多难了,最初是因为工作人员拿错护照,不能准时赶往泰国曼谷参加发布会。 莫名,奇妙就被冠上了走红膨胀了,耍大牌的帽子,之后在机场滞留一天晚上转机回北京后又突然生病,被偶遇深夜前往医院被迫上微博右搜,再次成为网友们关注的焦点。 这几天发生的事可以说一点也平静,因为生病的缘故,范城城最终缺席了泰国曼谷场的粉丝见面会,不过特意前往曼谷参加见面会的诚心姐姐们却没有选择退票或者换场。 就算见面会上没有范城城,他们也坚持要在见面会上为范城城一员,看到这么用心的诚心姐姐们,想必范城城也会被诚心姐姐们感动,会很开心吧,相信大家很快就会再次见到范城城了。 因为16日一大早,范城城就已经从北京城飞机前往上海,开始新的活动形成了,不过,虽然能很快再次见到范城城很开心,但是粉丝们还是很担心范城城的身体状况,才休息两天就又出来工作,范城城的身体真的没问题了吗?虽然工作很重要,但范城城也一定要注意身体啊。